今天會和大家去沙灘騎馬 做完泰式按摩 還會去一間有特色又抵食的海鮮餐廳吃晚飯 Hello 大家好 我們吃完早餐 現在在後面見到有隻馬 很明顯我們來這間準備騎馬 騎士出賽也要上榜 開始差不多了 裝備戴上帽 長褲箱 換好裝備準備等 等的是這些馬 原來運送馬是用這種車 裡面還有分一格格 讓馬匹就不用撞來撞去 馬房是那邊的 還有其他人都是上這輛車 我們出發了 我們到了海灘邊 後面這輛車的馬馬也跟著下車 哇 馬多漂亮 為何只有一隻呢 裡面還有一隻 隻馬正在去沙灘 去到按摩店旁邊的時候 好笑的事就發生了 嘩 隻馬阿尿啊 嘩 隻馬阿尿啊 為何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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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了 在人家的摩擦檔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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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段時間後, 見到你會騎馬 他就會慢慢放開手讓你自己騎 而聰明的就是他懂得拿我的手機 幫我拍Movie 看起來的效果還不錯 還用手機幫我們拍了很多美照 這麼聰明又這麼好的Service 我都要表示多謝他的心意 我們現在不止是沙灘騎馬 還是搭浪兒騎 隔了一會, 他還帶了一隻馬落海 還拿起我老婆的頭盔 究竟他想怎樣 原來是想幫我老婆拍張騎馬落海的美照 馬也走, 不是走狗, 走馬 對呀, 馬也走 隔了一會兒, 我老婆騎屬隻馬 馬夫也放開手 既然懂得轉彎, 那騎快點吧 就是這樣蹲 我老婆之後說屁股累了兩天 而我當然沒有他這樣蹲 但很久沒有這樣動 所以事後大腿內側, 也累了兩天 好乖呀 剛才他不用馬夫拉著, 他自己跟我跑 還有就著我的節奏 我們也是會給多一次提示的 因為馬夫真的辛苦的 在沙灘跑一小時 跟著你的馬跑 又幫你拍照 又會飛又會微, 又會叫 回來後馬馬又跟著我們下車 好, 回馬房了 馬夫幫兩隻馬洗澡的時候 就叫我們過去試一下和馬沖身 你知道我幫馬洗澡很厲害嗎? 他感覺到他挺舒服的 這個就是舒服的小情 你看不看 在酒店逛了一會兒 我們又出來這個沙灘 這個就是昨天我們來的班塔 有啊 這個究竟是想暗到他睡 還是想搖到他暈呢? 裡面有個BB 有個Lovely baby 多好, 拿一把太陽衫給你 再遮蓋 歡迎 我們現在在這個沙灘 叫做班塔沙灘 海岸線很長的 去到老遠那裡也是 對呀, 還要是很寧靜的 這裡 就是有些巴 還有抹擦在旁邊 這些 沒什麼人推銷你東西的 在布吉上炭沙灘 坐下這些太陽椅 聽下海浪聲 不一定要去巴東 這個斑頭沙灘呢 我覺得比巴東更加寧靜 再大一點 好舒服 大家下次可以考慮一下這裡 在沙灘塌塌塌塌 飲了一瓶啤酒之後 我到後面的酒吧 想點多一瓶的時候 You recommend OK, I recommend Espresso Martini OK啦 即是說 不好喝就不收錢 我怎敢說不好喝啊 難道喝一口 跟他收回一點錢嗎 在這裡坐了一會 曬了一會 太陽 有些眼粉 過來做個 腳底按摩或者全身 價錢一樣 Tai Massage Food Massage 60分鐘都是300匹 那你在沙灘按摩 整隻腳都是沙 讓我先坐下 沖走沙 好 OK Token Club 我現在在沙灘做泰式按摩 300匹1個小時 真的一點都沒有隨便 嘩 絕對是 下下都胃 這一幕是我老婆拍到的 原來雞都喜歡吃椰子的 不知道椰子雞湯 跟這個有沒有關係呢 好了 做完泰式按摩了 加上飲食 加上飲食 大約是1,000匹左右 即是220元港幣 這樣就消磨一個下修了 加上兩張太陽椅 還要加上兩張太陽椅 消磨一個下修 即是去哪裏找 還有他很好Service 對不對 剛才我在這裡睡覺 睡睡一下太陽 然後他自動自覺 幫我移歪 移歪把傘 讓我不用曬 哦 真是太好了 現在下午4點多 太陽就在這個方向 即是如果你一邊坐的話 就可以在這裡看直陽樂山都可以 鏡頭一轉 我們又來到食海鮮 這間靚圈餐廳 是布吉島東邊海岸的一間大型餐廳 本地人都很多 而且環境不錯 有海邊有日落體 我們選一張桌子 看看坐在哪裏 混你粉毒米 OK 他說今晚不下雨 我就相信你了 這間餐廳就是室內部分 上次我們來 突然下大雨 就坐進去 問了他 他說不會下雨 如果坐在外面 看到的環境 就是這樣的 那邊有個小碼頭 炸蝦餅來了 這裡的炸蝦餅也很有名 吃下去 裡面又軟熟 外面又脆 這個山蝦刺身 拿開碗看看 這麼多隻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隻 一百五十匹 有十隻 這個著火的 一看就知道是明爐魚 嘩 好大條 香噴噴 這條不知什麼魚 很鮮甜 嘩今天這隻蝦 真的小隻 可能不適合月份 不過不要緊 最緊要好吃 這餐吃得這麼有特色 又這麼好吃 你猜多少錢 是995匹 大約220港幣 希望大家可以讚好這條影片 按下方的訂閱 選擇上面小鐘仔 選擇全部 下次有新片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各客 拜拜